白雪完全覆盖 高速公路能见度极低 大风雪卡车轿车连环状 今年2月 美国各地刮起暴风雪 至少1.7亿人处于紧急状态 包括奥克拉姆 这已经看到了至少80车车车车 厚斯坦上升了100 而总统在国际上承认了一个国际危险状态 滂沱大雨猛灌下来 尽头来到大陆郑州 今年7月遭千年暴雨袭击 一小时就向下200毫米雨量 等于是北京半年降雨量 当时造成不少人员伤亡 世界各地纷纷出现极端气候 就连台湾在今年6月 也出现致灾性豪雨 水淹性溢区 气象变化莫测 而且灾害越来越强 专家提醒温室效应影响 全球气候遭受变化动荡 地球真的发烧了 随着地球发烧的程度 越来越明显 这种同时间出现 这种让人错乱的场景 水深火热同时在一个时间内 在不同的区域反复的出现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 热浪 干旱 暴雨 还有台风带来这种所谓的风暴潮 为沿海低洼地区带来这种淹水的事件 在未来它的强度跟频率都会越来越高 根据统计从1970年到2019年间 前十大灾害中 干旱最致命的灾害类型 共造成65万人死亡 其次是风暴 57万7232人死亡 洪水夺走了58700条生命 极端气温事件 甚至造成55736人死亡 经济损失更是庞大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估计极端气候将造成 美国2021年损失近千亿美元 约新台币2兆7630亿 全球的温度逐渐的在上升 温度逐渐上升的这个结果 它很有可能就会导致 就是全球的这个大气的 这个分布的状态 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异常的 这个分布的这个情形 然后连带就会造成了 我们这个整个 不管是气候 比较长期的气候 或是比较短期的气象 都会有一些比较异常 专家表示检探是首要目标 联合国今年公布的报告指出 若依照目前各国排探承诺 本世纪地球平均升温 将多达摄氏2.7度 超过升温摄氏2度的门槛 这样的升温程度将会是灾难性 若要让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 必须要减排30% 而要控制在摄氏1.5度 则必须要减排到55% 近年来降雨的频率与强度越来越集中 每年在美雨季发生的强降雨 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灾情 而旱季的降雨也越来越少 像我们去年底到今年初的严重缺水情形 一度让民生与产业面临无法维持的问题 节能减碳已经来到了抉择的关键 保护地球减碳时在避袭 又在肆意破坏 无所顾忌 等到大自然反扑力量起来 你我都承受不起 TVB新闻可将来迷台北参谋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